网路上流传一则真人广告 狂打月薪十万块钱 成真的是贴身女助理 不过里面还注明 说如果能满足她的信誉 就可以在豪宅别墅里当小三 这么明目张胆的行径 原来都是网友冒名 中信男律师来po文 邻居就怀疑 应该是人家官司败诉的民众 恶意攻击 就位在士林地检署对面的律师事务所 也惹上了网友大肆的恶症 只要在网路上搜寻打上中律师的大名 数十笔资料跳出来 几乎全都是真人的网页 狂打月薪十万元成真贴身女助理 还强调只要在性方面的满足我 一定提供精元的照顾 甚至养在豪宅别墅里当小三 中律师的电话地址通通被po在网路上 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网友恶意攻击 律师事务所这几天都大门深锁 邻居表示这根本就是 无中生有恶意重伤的事情 网友实在太无聊了 并请大家不要再关注这个问题了 才能让中律师能继续的正常营业